哈喽大家好啊,突如其来的更新又来了 已经搬到杭州来工作了嘛 杭州这个美食荒漠实在是让我饿得没办法,我真的都饿瘦了 我就这周末打算去趟长沙 但是一个很不幸的消息,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 突然收到了杭州的短信,就是我的航班取消了 我明天一早8点多的飞机,11点多发的短信说取消了 趁还能订货车票,我就赶紧订了一张最近的高铁票 然后准备明天一早去长沙 现在是早晨大概5点半,准备搭车去杭州东站 准备坐车去长沙 现在不到7点,我已经上车了,几个小时就能到长沙 感觉整个一顿多舱现在就我一个人在这儿 估计一会儿会上来人吧 我现在已经到长沙,并且见到乖老板吃一顿饭 他们比较有名,那是茶,我知道 然后这两个,那是新鲜的菜 我们现在来吃天宝兄弟的口味虾 我们想吃哪种类型的虾,它有好多种,你看一下 漂亮 我晚上来黄庆路步行街溜溜达 虽然很多人说这是坑外地人的 但是我们只有在这儿能找到 还在营业的茶叶月色 我又来吃我上次来长沙 觉得非常好吃的一家流洋菜 这次来的时间正好是饭点 所以一直都在排队 就等会儿吧 等会儿尝一尝 我心心念念给很多朋友们推荐这家菜 是不是好吃 丝瓜 这是香菜里为数不多 非常清淡的菜 吃的还挺好吃 这是老姜炒鸡 碎红椒炒肉 碎红椒炒肉 非常好吃 特别大饭 可以 青椒蒸五花肉 三味甜的 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但是因为航班延误的原因吧 他现在还没定下来什么时候起飞 所以我准备机场的茶盐来一杯奶茶 哈喽大家好啊 现在已经是星期四点多了 我今天凌晨到的萧山机场 然后打车回来 这一看就四点多了 明天我还要一早去继续当牛马 这个周末在长沙的吃吃喝喝就这么结束了 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 还见到了甘老板 就我的好朋友 当然很不好意思 每次去尝茶都蹭着甘老板的饭 每次要去付款的时候甘老板就付了 吓他了 找机会一定要让甘老板蹭我几顿 这样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也吃了很多好吃的 喝了非常多的茶叶月色 有时间有钱的话我还会经常的去长沙呀 或者周围去找找吃的 虽然单程应该是八百多公里的 但是我觉得蛮值得 好 那么这个周的吃吃喝喝叙叙叨叨就这样 感谢大家 拜拜